《汉奸》这个词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,有的人为了自己个人私利,而出卖自己国家的核心机密,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员,在古代被称为丧尽天良的汉奸,如今,和平年代这样的人一样。 大法存在,只不过他们鼻鼓时候的汉奸隐藏更深点,所以现代也用间谍两字来形容他们,不管是商业还是军事间谍,我国在法律上都是有严厉的处罚规定的,不冤枉好人,但绝对不会放过出卖国家的人。 1999年,我军顶尖导弹设计专家,东风31洲际弹道弹道,主要研发参与者郭某,为了金钱美女出卖国家机密,最后被解放军特勤人员当场正法。 2017年,解放军高级军事法院通过审判,以出卖国家尖端武器核心机密和间谍罪,对原郑州某军工科研所专家张某,做出了一审判决15年有期徒刑处罚。 张某被策划沦为间谍过程2011年,在郑州市,当时年仅40岁的张某,是某军工科研所的专家,由于能力突出被批准参与很多国家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发工作。 因此,未来中国发展趋势80%家庭会从事这个行业,实现收入6A加15878622开始吧,手上掌握着很多我国重要武器装备的核心机密的张某,成为西方情报机构的策反对象。 而刚好,张某所在的单位,为他争取到赴西方某大国访学的机会,很快西方情报人员,对张某进行一系列监控和调查。 最后,西方情报人员抓住张某若点头其所好拉拢感情方式,仅用一部苹果音乐播放器和帮忙购买打折电子产品,将张某发展成为他的情报人员,案发张某交代堕落原因。 根据张某案后交代,西方情报人员在帮他购买的电子产品中,安装间谍软件,在取得信任之后,西方情报人员以5000美元一次咨询费,和送其女儿出国读书,为诱惑条件。 然后在张某回国之前,西方情报人员,还对其进行简单的情报培训,在回国以后,上了飞船的张某,不遗余力地搜集我国的军工情报, 为西方某大国情报机构服务,指导解放军特勤人员以出卖国家机密间谍罪,当场逮捕。 张某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,从一个受万人尊敬的国家军工科研工作者,一转眼就变成一个万人鄙视丧尽天良的大间谍。 大汉奸,张某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,就要定格在50岁这一年的时候,积极配合解放军的安全人员,想换回已经一脚踏入鬼门关的自己。 最后由于清醒时期刚好,帮助我国情报机构,捣毁西方多个在华情报窝点,最后根据认识程度,解放军相关机构,决定给以他一个改过自新机会,判了个15年有期徒刑。 这也算是最好结果了。